去亚加达西区这家售卖牛羊的商贩特瑞斯诺表示 自2000年开始,每分库尔邦节的前一个月,他就开始售卖牛羊 在国内出现口体之前,他每年可卖出约200多头牛羊 但自口体爆发之后,销售量便下降了50% 不仅如此,口体期间,牛羊对售价并没有下降 为了预防牛羊感染口体液,他还必须给牛羊喂食幼稚的维生素与药品 成本的增加也导致每头牛的售价上涨至300万吨一头 其中鱼牛的需求量更大,价格从2000万至4500万吨不等 特瑞斯诺说,由于牛羊将用于纪念孤儿邦节对宰杀 他保他卖的牛羊是健康的 而要保持牛羊的健康也是跟人类一样 需要喂食维生素,药品以及草药饮料 7月5号,亚家的生存 与鱼类健康中心的一个团队,对牛羊的血液秧本进行摊具检测 通常这种检测每年进行一次 一位前来购牛,同时也是一座清真寺的管理员阿克玛尔表示 自口体爆发后,就影响了该清真寺牛羊的数量 疫情前的载生节之前,通常清真寺会收到四只五头牛和六只三羊 但现在只收到了两头牛和两只三羊 由于他是特瑞斯诺的六年老客户 所以他对这里收卖牛羊的健康很放心 特瑞斯诺还表示 面对载生节前的口体爆发,虽然要保持警惕 但也不要过度恐慌 要了解牛羊是否感染口体的症状 要小心选购,这样就不会买到不符合标准的牛羊 每度新闻,李苏珍,阿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